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 现在有很多的运动员 不仅没有办法训练 没有办法比赛 当然连赚钱也就没有办法了 譬如说 曾经在2012年伦敦奥运拿下 男子极箭团体银牌的三宅亮 他最近就因为跟企业的赞助合约到齐了 但是又没有比赛等等的额外收入 所以他现在开始当起了外送员 而他的第一个上班日 收入大约是1309块钱台币 这绝对是跟他过去比赛的奖金大相径庭 不过本来消费水平就很高的人 大概是没有这个困扰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有钱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 在解除封城令之后 居然出现了报复性的消费模式 在广州太古的Hermes 在11号的时候恢复了营业之后 单天就有270万元的业绩 甚至还在社群网站上面 还有人在传说部分的商品 早上10点就已经抢购一空了 而且你看看外面的排队人龙 是不是把精品业挤得跟大卖场一样 不过面对疫情真的能这么乐观吗 我们来看一下东非的坦上尼亚 现在从国外进口试剂盒之后 结果发现 他们不只验山羊呈现了阳性反应 就连波罗蜜也呈现了阳性反应 不过目前当局研判 应该是试剂盒存有瑕疵 应该不是真的连植物都感染了武汉肺炎 不过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武汉肺炎 假设我们把这些时间算一算 从中国通报第一例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超过了120天 其实全球现在都在调查一件事情 源头是哪里 西方的媒体你大概会发现 大部分都会是说中国来的 而就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 他们最近有一份15页的备忘录被外流了 被爆出来了 里面的内容是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武汉P4实验室 讨论什么呢 英国的媒体Daily Mail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说中国武汉研究所的网站页面 其实上面早就有系统性的删除掉了部分的研究照片 那把照片来删掉干嘛呢 好 你仔细先看一下这张照片 好 这其实是原本一整组的照片 里面的研究人员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他们穿得很简单 他们去抓蝙蝠的时候只有戴工作手套 抓回来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研究室的研究员在研究的时候只有戴口罩 一样没有穿防护服 而且还不是人人都有戴口罩 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他就没有戴口罩 那照理来说 科学家应该要知道说这些病毒的严重性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些防护设备 那即使不知道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科技专家 他的名字叫做史威哲 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 其实也告诉过了这个美国白宫 另外呢 还有告诉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等的相关单位 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这样子研究啊 光是研究本身就已经有风险了 更何况 你的防疫是这么的简单 还只戴口罩研究 你一定会有危险的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现在川普更生气了 他扬言要对中国课征新的关税 而且要开始引领一系列的报复措施 不过这个同一时间点呢 白宫的经济顾问呢 库德洛他也说了 他说现在目前呢 已经排除取消中国持有 美债的可能性 但是CNN认为说 好 川普你现在关税大到又砍下去 那可能会让华尔街陷入低潮 你想要制裁中国反而会适得其反 你川普不是最终经济吗 你这一刀砍下去真的好吗 那现在呢 经济反而会因为你这关税大到一砍下去 会有一些苦难 而且严重的来讲呢 CNN说什么 他说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会变成全面的萧条 不过就当美中在找源头 在玩一些手段的时候 加拿大非常罕见的传唤了 WHO的秘书长高级顾问艾沃德 好 仔细看一下这张照片 如果你还记得他的话 先前呢 他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时候 当时的记者只要问到 他跟台湾有关系的问题 他就会突然听不到 甚至还会突然断讯 加拿大现在就要传唤他了 不过大概解说一下 其实外媒报道呢 加拿大其实很常会针对一些法律 或者是政治的问题 去邀请一些专家 或者是有利益关系的人来作证 那大部分的时候在加拿大呢 法院只要发出邀请 其实就已经很具效力 而且效力很强 很少有人会不出席 不过艾沃德这回两度拒绝了邀请 那WHO也没有人派人出席 所以才会用更有强制力的传唤 来让他要出席 所以相当的罕见 不过现在就在看说 因为WHO的会员国呢 曾经有签署过 说只要你是里面的会员国 那如果你的法院呢 有类似的听证会 WHO其实会员都有豁免权 所以艾沃德到底会不会出庭 我们必须要静观其变 但是回过头来看 现在目前很多国家 还是持续地在审视 跟中国的关系 尤其就是刚刚一直说到了美国 在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分校 现在宣布八月份要关闭 孔子学院 就是要跟上瑞德